每次到年底 大家都說會有集團作帳的行情 但是有民哥 所有的集團都會有 這樣的一個作帳行情 真的不一定 因為要跟各位講 當然我們先定義一下 集團作帳的時間 通常都是11月中 到12月20號之間 所以不見得要拚到 12月年底的那一天 但有的時候很可能配合的外資 其實25號以後就開始放假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現在來做漲 對 然後一直大概延續到 這個12月的第三個禮拜 就差不多12月20左右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 對很多集團來講的話 今年如果它的股價 已經漲幅很大 它不見得是作帳 搞不好是結帳 第三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要做成功的話 一來你今年漲幅不要太大 第二個的話 我們常常在講 這個馬無野草不肥 後面如果沒有體財的話 你想作帳也做不上去 因為市場不認同 所以我們現在來幫大家來選 包含像現在比較高機率的 可以作帳的 然後這一些集團 跟它旗下的個股 比如說聯電集團裡面 有聯電 聯發科 聯勇 元巷跟智元 你盡量去挑選 今年漲幅不要太大的 很可能就會有落後補漲的機會 然後第二 大力光集團 相對來講大力光本身是低的 另外還有先進光 正威集團的話 大部分都在相對低 包含正威 勇威投控跟升威能月 金仁寶的話 今年除了仁寶有大漲以外 金寶跟康書今年其實是逗退路 就是後來這一段壓回來的時候 今年沒什麼漲到 遠東集團的話 相對在所有的傳產股裡面的話 因為後面有中年禁 然後再加上他本身也有買 沒有買美國公佔 所以相對的 這個消金這一塊是OK的 所以我們現在幫大家來列好 我們來看一下原創 這個原相的一個現行來講 最近才剛剛突破前波的一個高點 所以漲幅還沒有擴大 第二個的話 先進光也整理了 將近很長的一段時間 不過他今年漲幅稍微多了一些 如果嚴格來講的話 他並不能列入首選 那升威能源的話 也是最近剛突破 跟去年年底的股價相比的話 沒有漲幅太大 再來的話 6282的康書 最近在跌了一段的過程中 對 因為主要是 這個CP套利的關係 但是已經在這個地方 形成了一個底部區 外資也開始回補 所以提醒大家 但是剛剛這個斐魚 有特別提到 是不是每一個集團 都一定會母子同心 就母公司長子公司也長 沒有 有的時候母子感情並不好 母子感情也不是媽寶 所以原則上我們來觀察 現在有兩個 我覺得可能性的方向 第一個 就AI裡面的偽創 最近是在跌 反而他的子公司 尾影在好 對 另外還有一家公司 叫3023的信邦 各位有沒有發現 從這個點開始 其實信邦的股價往下 但是他的子公司叫鄭林 8147的鄭林做連接線的 他的股價反而相對比較穩 你可以看他們兩個的價位 絕對價位差很多 但是如果我們用信邦8 所謂就是可轉債的部分 跟鄭林市 第四次發行的可轉債 其實你會發現 鄭林市比信邦8還要來得高 所以換一個角度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子公司反而比較好 對 就是子公司的可轉債 比較好 也就是大股東 其實在琢磨的是這一塊 跟這一塊 而反而在這邊的話 其實不見得有在手 提醒大家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這個折疊手機市場 在先前成了台股上宮萬七的 主力部隊 那麼接下來後續 還會有上宮的動能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